我想大陸那個樓市其實是系統性的 不是說哪一間怎樣的情況 現在整體來說都是出現資不抵債 就是現在打算救樓市 靠捉回那個銷售去 就是令到地產商有資金回籠 但是看到都是除了北京 可能連上海好一些之外 其他那些都不是很消失 那不消失的時候 我想市場對於資金回籠 翻錢回去救這些地產商 讓它不要爆爆得那麼快 這個我想有困難 還有就如果你有一些本身那個債務續不到期 什麼原因都好 其實都是判了一個債權人即死的 可以這麼說 那如果這些案例稍為多一些的話 其他的那些都很難說怎樣再談再續期的 就是現在的債權人的心態可能都是盡快 就是拿回多少多少那樣 就是如果有這樣的心態呢 就其實那個結局就是比較差一點的 就是一般如果可以呢 就把那個債務續期就最好 就是拖就是拖了 但是如果債權人不肯續期呢 那就是其實是沒得拖了 就是如果即時拖了它的話 你也都不可能再馬上用到資金 那你即時拖了它的話 那看你拖多少 就是除非你整個公司所有的債權 全部直接拖掉了 那一般人會這樣做 就是都是到期那筆是拖那筆了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呢 跟著就是排著隊到期 剩下還沒到期那些 現在還等著那些那些 那些就可能會就是有些恐慌性的拋售出來的 或者是就是引發一些市場的震盪 我想我想這樣的結果不是這樣 都不行啊 就是它加勒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壓力到樓市 是不是 就是加勒那時候普遍的說法 就說壓了成交 那現在最叫救命 喊切勒的都是地產界 就是地產商 地產代理雄類 因為你有一個辣椒在那裡 當時呢其實每個夠買力在那裡 但是每個辣椒左頭左勢 那就令到很多人買不到 就是門檻卡住了 但是你現在移開了門檻 那市場又不走 那一跌下來就是那些人買樓的興趣就真的不是很大 那聽回來都說你如果那些放盤 有一個像樣的摺樣其實都沒有人看 那你現在問題是有很多就是近幾年買入那些 它不是很甘心在現在這個位去逼價 就是他們都會看到很多東西 比如說加息周期去到微升 那既然都加息完了 那我為什麼還要看淡呢 那也都外圍有一個說法就說不用衰退了 那你變成有這樣的氛圍在說的時候 那些業主其實是相對很硬的 但是你買家來說在現在的息口高了那麼多 你最近那些銀行都在息口了 那你的息口高了那麼多 就是它真的那個負擔是重了 變成它未必買得起的 你切了一個辣也好 它都要計算數每個月工多少 那如果計算不行 那你都很難買了 那現在就是買和賣雙方 其實還有一個心態上的差距 大家開價都是有一個距離的 那就是真的逼不及待 逼於無奈那些 就可能會扔掉了 但是不多了 老實講 所以你看到那個成交這麼欺騷 就是現在你的地產代理是沒得搞的 你如果只是做買賣那些是吃谷中泡煙的 因為迫著它轉去做租務市場 那你就是 就是你如果租任市場你不賣 你放租就有得談 但是問題就是價格正在下跌 那價格正在下跌的時候 就算你加到租也好 你可能也掩蓋不了全身 因為價格下跌這麼多 你的租加這麼多的百分比 其實你都會輸的 因為價格是槓桿地下跌下去的 那所以那個 整體的市場 其實那個資產都在縮稅 那你如果在設立真的有些微目之後 那你最多是移走一些阻礙人買樓的東西 但是回去的最基本的東西 那些人想不想買這個才是最關鍵的 那我剛才說了就 就是真的現在買賣雙方的看法都有一些距離 那你如果不隨便有一邊縮窄的話 那你都很難說成了市了 就是有成交 那怎樣會成不了市呢 就我想這個經濟真的有個方向走出來 譬如說真的衰退衰出來 那你買賣方的 那就是這個賣樓那些 那它現在是不肯減 但是到時衰退它都要減 那它肯便宜 如果不是就可能不用衰退 不用衰退就是說通脹重臨 那到時的經濟挺OK挺好 那買方那邊要追回 但是買方其實我看都不是太容易追到 因為現在那個經濟真的 偉實說不是那麼行 人家人工的速度 企業翻錢的那個能力 那你如果那個買方的救命力 真的不在這的時候 那你賣的就算是企硬 你說外圍的環境是通脹回來 經濟不是那麼低也好 那它都是買不到的 那所以很大可能的結果就是 就是要不就賤者就衰退衰退 那就成事啦 買賣成事而已 但是要減價了 如果不是就可能一路 就繼續現在這樣的狀態 那個成交會稀數 看到紅灣半島的那個市 就是港島的豪宅 比個面牌 就是六年前有一個業主導入的時候 是過億的 就是1.115億 它現在要賣呢 賣6700萬 就跟六年前相比呢 它少了4454萬 就少了四十幾 在現在 這個這個 你這麼說就沒辦法 因為你講那裡 就是那裡糟糕了 現在 是吧 就等於拿一間空宅來講 你不打字扣都不行了 它現在這樣搞法 它有很多事情搞的 是吧 可能整間屋不知道有多少壞東西 整間屋要拆出氣 就是那些泥鵝都是特泥來的 不做得盡的 不過普遍豪宅你都要減的 不過幅度不用這麼大吧 我猜 那說回多一句 那樓市什麼時候才能翻身呢 說真的 我都翻身 你由一個像樣的回調跌就能翻身了 其實你們這樣的節目 都問過很多次的了 其實我一直說的都一樣的 我都沒有變過 就是從那個高位下來 那你以前的經驗最少的跌三分之一 上泰就跌四五成 多的話就三分之二 就是97那次 我想就不是多的 就是不是多的那個案子來的 這次就 因為97那次真的 很多人是 還沒脫身了 還沒攻脫 那你現在攻脫的人就多了 但是你這次也不是說輕騎那次 你這次真的有很多人是徹底的撤掉香港的 整個香港的本質也是不同的 所以也都不像是跌三分之一可以了 跌三分之一那次就是跌八至八四 那次也有港幣貶值幫一幫 那現在港幣不貶值的話 一路一直保持著七個八的 那其實也看不到為什麼說 這三分之一可以跌得完 那所以如果你拉雲計 其實我想好幾次有經驗 看到都形成了一個 就是大底上需要的幅度 那你如果你看樓價指數官方那個 那從頭到現在可能兩成吧 應該 那你可能走了一半 那你再差不多對應 那剩下多一半也都跌了合理 那我的經驗就通常跌到市 每個人都知道通常就跌了一半 或者跌了一半 那我們其實過去 我想早幾個月左右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樓價在跌 年初都不是的 年初都有一些人不承認的 就是認為樓價跌完了 小陽春回來 但是到現在 我想過去這一、兩季之間 其實那個比較失望 或者開始絕望的那種情緒都可以出來 就是大家都confirm了 大家confirm的時候 confirm那些市確認那些市的時候 那些市應該就行了三百一至一半左右 我估計 那所以你預算了還有一個下半場 那但是當然你說再下去 最終多少見到底這個 我不是很喜歡回答這些問題 因為每一種樓 那個需要跌的幅度或者速度都不同 因為樓不是股票的 就是正如你過股一樣 你如果恆生指數 你可以問說你跌了幾個現代 但是你每一隻股票 它那個最終跌的幅度都不同 等於樓一樣 你的間間都不同 那你有些可能 比較優質的那些 可能真的不會跌太多 可能跌兩成左右已經搞定了 那你有些真是很... 就是農藏盤啊或者是山卡拉那些 那那些沒辦法那些一半多 以上都不奇怪 說回美國的原油價 現在都升得很厲害 那報視可能市場關注究竟 這個油價跌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誰在受油呢? 油價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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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啊搞錯了 油價深啊 負秦跌 油價跌 油價跌 其實都是通脹作怪啦 就是因為你看到通脹 現在都翻上來 但是央行沒有興趣沒有誠意就去應對它 那就是現在還沒做完 已經是立即想結束加息週期了 那反映通脹的主要是 那些場息啊油價那些 其實現在都上來了 那這個我想是市場那個搶雜的反映 上先反映這件事情 但是那個通脹就 我想短期來說不是說 真的有一個很高 很大的壓力 飆到很高的 畢竟你有個衰退 衰退可能都會扯回通脹 所以那個油價我想是 在那裡 在那裡在摸索那個軍行為 之前是插得太厲害 就是因為過分反映衰退 那現在抽上來抽到100元 又過分反映那個通脹 那事實上那個通脹可能不是說 很失控的 現在這個狀態 暫時來說不是太失控的 那衰退也不是說不會出來的 其實都是會的 所以你抽到100元 可能都差不多到 可能100元穿上去 沒多久就可能倒下來了 那整個油價 但是我想常態還是七八九十元 應該是這些比較合理的 那直至到就是這一次那個經濟 如果真的衰退 走得差不多了 可能過了一半 大半了 那些東西可以有機會 那些問題了 沉底了 那然後那個通脹就再回來 到時那個油價才會再有 就是真的比較大的升幅 你說如果上100 甚至更遠的 我想是等多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合理一些 但是未來的半至一年 就不太覺得應該是 站在100以上太久了 可能都是站一會兒 可能幾個星期到兩個月 可能頂籠就下來了 說回美國的美元 現在記住了強勁的 市場伸到一百年落的水平 這不是導致了美元不斷地圍爛了 那對新興市場有什麼影響? 其實就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美金強 其他貨幣就下跌了 但是新興貨幣下跌就 不是每個都下跌得死的 有些它慢慢下跌的可能沒什麼的 我想那個威脅大是長式上升 這個才是真正的威脅 不是那個美金升的 就是你看到那些十年 三十年期的債息這樣夾上去 這個也都不只是美國 會帶上其他的債息都一起上去 變成大家的融資成本一起貴 那你找數那裡立刻成問題 那個息口這麼高 即使你說央行不加息 隔夜那裡不動 實際上的市場來了 就是講講長檔期那些 全部飆升這樣衝上去 那這下會製造一些恐慌 還有甚至有一些拆倉的活動出現 甚至有一些真正在融資的 融不到資就會斷鏈 然後包補 那大陸那些都是這樣實現的 我相信 分開講了 因為現在環球的經濟都是一般的 不是說只是香港差 要是加息加得這麼厲害 每個地方都是投資難有回報 生意不好 每個地方都是這樣的了 不過香港就多一些壞事 第一如果有經濟就瘋了大陸 大陸的早年部門炒得太厲害了 第二就是不是經濟啦 政治制度的變化啦 這些是令到很多本身有才能的人都離開啦 帶著那些財走 帶著錢走 那就是這些因素啦 那現在我想走淨的那些其實就繼續在那裡捱啦 長遠來說我不是太知道它現在有什麼方向啦 因為以前香港就做一個國際樞紐 中西的交融點 那是做這個中介的角色都做得不錯 那現在沒得做 那將來不知道有什麼新的方向發展出來啦 它現在好像就想搞科技 但是我看也都不是說它這麼做得到的 就是雖然你近了深圳 但是深圳搞科技都搞了很多年 香港都是沒有什麼成績這樣 因為成本太高了 成本太高其實很難做這些事情 你做得科研的又要 就是需要相當的時間 但是急功近利又不行 成本不可以太高 如果不是其實也都不可能 就是這麼長時間捱 這麼貴的成本等有結果出 那現在那些 那些大的科技企 例如說插企 其實就是 就是我理解又不是一些很突破的東西 突破的那些科技通常都是一些小的做 如果大的都做起這個框架的時候 他們都是既有的業務 可以這麼說已經上了軌道 可能借香港就作為一個銷售的據點 不過我又想 如果在香港科技的銷售據點 有沒有什麼角色呢 其實也不一定很多 因為如果你科技來講 大陸直接賣出去 其實也不是太需要經香港 經香港就是賣給外國 但是外國現在又不是很多人在這裡 所以實際上那個角色就看不到多少 那現在估計它就開始想一些壞事 就是搞那些family office 那些這樣東西其實就 就是以前來說 通常都是一些不是太見得光的才搞那些 現在因為沒有了西方那條水 它吸的那些錢都是 那些比較骯髒的就是俄羅斯、伊朗 沒有那麼骯髒的那些可能中東 就是那些傳統來講 就不是說太過在西方的市場打得進去 因為始終你那些錢 那些錢一系就是涉及戰爭的資金 如果不是就可能涉及一些恐怖或者派系的東西 就是你知道中東也不少那些 那如果去到那些邪惡的族生活更加多 那如果香港你做不到西方那個生意 要接收這些東西 那就改頭換臉 就是用一些所謂家族辦公室的模式去進行 那就給人的感覺就越做越骯髒了那些東西 那這個似乎也是看得到它想走的那條路 因為這樣歸邊的時候 其實大陸只可以和這些有歸邊 和這些國家歸邊的時候 你一定就給國際標籤為一個叫做制裁的區域 或者是一些黑錢的區域 一定是多這些東西的 你說不是你說你白人 都是說你黑人 這些觀點的角度 變成你再翻身就很困難 就是這樣就慢慢要離開西方那個金融的體制 那你掛著那個美金就 暫時是說可以還是出出入入 但是如果你做得太陽太離譜 比如近年香港都越來越多被人揭到 跟俄羅斯那些有些聯繫 或者是經貿或者甚至是金融 那你如果揭著揭著越揭越多的時候 就是香港再進一步被人制裁的機會都越來越大 哪怕你最初是個人 可能搞搞一下 一些機構的層面被人制裁 那其實整一下整一下的時候 其實都是沒得搞的 所以這裡就 你看到它走的那條路 現在就想走這些路 但是這些路就 不是那麼容易走 走的也都回不了頭的 你如果一是歸邊歸內 比如將自己跟那些共產陣營黏在一起的時候 但是你都沒有選擇 是吧? 如果逼你做這件事 那你都不決定做 看到香港上市公司 相對梁家璋都說 現在歐美的資金不會來香港 問題就非常之嚴重 香港不可以依賴美資、歐資 現在都是要搶中東的市場 還說要快 如果不是來北京、上海 都會搶先一步 不過這裡我講的是 這個華提博士都講的 剛剛沒有什麼建制來 他又想依靠中東 但是其實這個中東市場 很多國家都想去都未必搶得到 新加坡都有去 美國也有去 大陸也有去 人家都未必來 是不是? 它有點麻煩 因為它的宗教關係 變了 可能你聽過了 那些伊斯蘭金融也不收得利息 其實現在什麼產品也有利息 買股票也有利息 債就不在話下 那你做過定期就收息了 買外匯也有利息 這個行行在加息 那你除了買金沒有利息之外 我也想不到 買金買油了 商品就不用派息了 其他那些全部都有利息 就是說股債會也不用玩 如果你這樣的時候 要麼你就做一些好像新加坡做的事情 所謂伊斯蘭金融 就是將它改頭緩眠 改一個名目遷就它的宗教 讓它就到它其實實際上是派息 表面上又不是 但是香港人又不是很懂做這些事情 沒有人懂 十幾年前已經說過 說了就沒有下文 結果就是沒有人做 就是可能成本太高 就是你要那些專家 你又要請他來整套 法制可能有一些衝撞的一些東西 那你又要很多東西修改 搞搞一下 你發覺太麻煩了 不搞算了 那你不搞算了 那有一輪大陸 只是往北打掛而已 一邊看北水 看看自己爺爺 給些什麼 那其實就是久而久之 現在你香港那個市場 就是變成大陸的市場 那你大陸的市場 和中東的市場 其實就很難融為一體 很難融合的 就是接軌的困難 整個體制完全不同 如果你說就是 論場生意 新加坡一定贏香港 就是它比我們熟過很多 還有它那些伊斯蘭的人 都比我們很多 那香港其實不是太多那些東西 那你也都一向香港 是沒有什麼這方面的連繫 你就算買石油 你都不是跟中東買 就是跟大陸買 那你其實一直都沒有 沒有一些網絡 沒有認識別人的時候 那你就拉大隊去訪問 那其實實話未來一撇 你很難搞到什麼 你記得 就是年舊的年尾那時候 就是威威勢 叫人家來上市 那隻巨頭 那別人至今都不理會你 也沒有人 就是很多事情 如果是有得做的 就是所謂有商機的 一早就搞了 就是中東那些人都不是 都不是糟糕的 人家聞到一股味 哪一股臭 哪一股臭 有生意 有商機的 他都自己會搞到 那你這麼多年都沒有做 其實真的有些 就是有些難搞 那些反過來講 就是中東那些人都很懂做生意 你現在這樣的市場 就是你都照一塊鏡 那個廣估怎麼款 你的市場怎麼款 如果那些東西一直下跌的話 你怎麼叫人投資你那裡呢 就是以前還有14億人 就是大市場說 現在都不知道你可以說什麼 就是從中東的角度說 他說他賣油給你 他主要只有油賣的 那些人都是客人 一定要買他的油 你都在跟他買 其實他還有什麼可以跟你交易 那他說錢多 錢多放在你那裡 問題你又是那句 你那裡有什麼人給人買呢 是不是? 拿美金來 其實你說 美金來香港買什麼 買港股 怎麼賣呢? 是不是? 你有什麼美金產品呢 如果你自己拿著那些美金 他就拿回去美元區那裡買 是不是? 你香港現在全部賣那些東西 你看看自己照自己的鏡子 你賣那些港股的垃圾東西 磨了整個板垃圾的 是不是? 那些債油是垃圾來的 全部都是垃圾級別的 等於違約的 那你那些股又這樣 債又這樣 你怎麼叫人拿錢過來買呢? 叫人拿錢來炒地產 人家不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想一想 有時候自己有什麼賣呢? 你沒什麼賣 你叫人家做生意 叫人家開個檔 那開個檔有什麼東西 開個檔有沒有生意做 才重要 是不是? 好像港股現在都跌到 好像不錯 好像成交只剩下400多 都是創了差不多5年來的 它心底是不是? 都會繼續跌是不是? 不是啊 我又覺得跌到這個位置差不多 我不是看得這麼淡 上上下下 是低迷 不過你跌得到17,000 其實這一下子不穿得太多 我相信 穿都不穿太多 大致上這些可能有個 有個短期 甚至稍為中期一些的反彈 都不行 好像博士剛剛說的 中東扣不住 現在真的扣回大陸是嗎? 港府去年勝利的影進彈 他現在公佈的成果 又說成功影進30間 創新科技企業 來回香港 不過80%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不過那些名字你都知道 什麼很大的牌圖 什麼華為 現在京東啊 聯想啊 都是那些 不過未來幾年才會在香港 投資300億 幾年啊 我剛才也跟你講過一下 他是想走這個路搞科技 但是香港那個成本 是很難支撐這件事情的 因為真的做一些科研 其實是需要長時間的 你如果你的成本高 很難和你長時間的 就死亡了 那就是請一幫科學家 十年不包括研究到東西出來的 那你沒有東西出來 就只能搞 第二件事 如果你譬如做一些科技的生產 那你就需要地方 那香港的地方又貴 就是從大陸比 都是有很大的距離 那所以動機上 如果你這麼多大陸站過來 都不知道來做什麼 其實我都說了 都是一個銷售 據點頂龍 如果你說 就是來科研 來生產 這個其實不適合數 其實算不算數 所以你如果政府來得到的 那它可能 來擺一個辦公室這樣 我想情況有點像 那些什麼 那些大灣區 前海 叫你香港開檔 一樣開辦公室上去 其實都多餘的 譬如你肯定監控香港的銀行 等等 那裡開完 那裡沒什麼生意 沒什麼人 不知道在做什麼 就是同樣道理 你叫它來 譬如大陸 它本身有些據點 做得好地地 無端端就在香港做一個 叫做有辦公室 就是這樣 你說個個都不來 那現在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 就一個月一個月看著這麼少 你那個個都來 財政儲備 就是不斷少 現在少到連7千億都沒有 就好像馬士康都說 就是舊香港政府一年的開支 那現在又看到 怎麼說 財政儲備不斷地擴大 每一個月都在這麼多 那博士 你說 現在就算是 一年的開支 我看到馬士康在說 就是一年的開支 那黃金洲那個 那個港人就 就是初去都多過進來的 那年少爺又是不旺爹又不旺財 就是各樣路都是堵塞著 好像它死了火一樣 那你說香港又有什麼出路呢? 好像你剛剛說的 走斜那個市場 那我不是 他現在都做到一個假象 都是旺的 他都做到一個假象 是旺的 不過就是 你說旺一丁 旺不旺財 不知道再看了 那你多了 人來了都要坐車都要吃東西的 這些很基本的東西都有的 就是如果你說要大錢的 比如說想做回以前的香港 那肯定就不是那些什麼旅遊 經濟不是那些東西 那些不賺到很多錢的 那些收集碎碎的 那你一定要靠一些大東西 就是以前就多那些 譬如金融啊 IPO啊 大件事 簡單說 那你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那些東西 就是以前就中西都有 要麼接歐美的 不接歐美的就是接大陸的 那你現在你中西西西方又不來 大陸那邊又死火 那兩邊都沒有了 那你香港就很被動的 那你這些沒有辦法的 就是你沒有大雕 沒有生意的時候 那個收入當然少了 是不是 你政府說要賣地 那你賣多少錢 都要看經濟的 經濟不好它現在都不敢賣了 很正常 那經濟差的時候 大家的政府的收入 就是一般人的收入都會減少 這個是意料之中的 如果是不斷地引過法律 最終的後果會是怎麼樣呢? 都沒有什麼點的 那就繼續差下去了 那些儲備慢慢 慢慢少少少少一些 慢慢去就沒有了 就是這個都是 其實都知道的 因為 就是早在20年前 甚至更早的時間 那時候講的確闊稅機 其實都知道香港有人屋老化 知道有些結構的問題 你現在多了一件事就是 就是搞砸了一個局 搞坏了一個場 接著那些人都走了 這樣而已 那些事情就需要快些了 但是就算你沒有這些因素 你之前那個人口老化 就是結構的開始 長線增加 一路沒有撲闊的稅機 沒有托闊的收入來源 支出減不了 那其實這些問題都已經有了 幾十年就是這樣 那一路一路就是 埋向那個老化 或者政府那個債務 沉重的狀態 不過你現在就 幸好就有儲備 全世界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儲備的 香港就算多的了 那你又有高儲備 一個很多的儲備 一路減少 減少就正正對 就越來越少 它都沒有的 就是純粹的赤字負債國 或者地方 是這樣的了 那有沒有轉機呢? 例如是美聯儲 真的不解釋 是不是一個轉機 還有呢? 美元一直是儲一個王子 不是轉機 你不要混合那些東西 說你那些 那些是政策來的 因為聯儲的加息 減息 就是那些是週期的政策 它衰退就會減這些 不是轉不轉機的問題 就是我們一直在說 那個香港是一些長線的問題 長線的問題 跟它減不減才沒有什麼關係的 就是你沒有什麼轉機的了 現在因為 因為香港那個定位 一向就是做中外生意的 一向香港以前是英國本開的時候 那你整個制度 整個做法等等 都是跟西方接軌的 那你現在是跟大陸接軌 就是完全全的融合接軌 那你就做回大陸生意算了 就是其實你沒有辦法的 你西方一向都恐共的 這個都不是今天的事 很多年 整百年都是這樣的 他肯定跟你做生意 因為你香港 不是大陸管的 當時 那你現在你變回大陸管 那一開始大家都是 都是就是 就是看一下怎麼樣 那如果你看看法國真的不對 就不做了 沒有辦法的這個 就是其實你要承認那個 那個時代過了 那現在那個 那個時代 你說大陸是要黏在那些什麼 俄羅斯啊 伊朗那些啊 北韓那些 那你香港 就跟那些做生意了 還有什麼好講的 沒有什麼好講的了 這些 那其實大陸自己都不定的了 你看到他現在就要新的房地產公司爆煲 好像中盡 他自己的經濟都不知道 怎樣搞 怎樣幫到香港 就是大家攬在一起了 攬炒 還有一個 美元的王者之會 會維持到多久呢? 都很久了 你現在的美金不斷這樣升 你想怎樣?想美元死? 它還沒死就不快了 就是現在很多其他的非美 因為那個美金強這麼厲害 你息賞這麼厲害 反而被它弄死了 真的 就是現在那個 美金的那個使用那個佔比 或者Market share 其實是直接跟那個貨櫃那個匯價掛勾 如果你的美金強這麼厲害 其實你會看到 接下來那個美金的那個使用 儲備的那些比例會上升 所以不要隨便看死美金 九月份那個CPI是增長的 就是沒有增長的 是年增長的 PPI都是下降2.5% 八月份下降3% 都在那裡降 就是它收敷收窄 就是收敷0.5%的 那個是結果來的 因為現在地產出事 銀行出事 甚至整個債務體系都可能出事 那當然就是你不會有限錢去消費 或者投資 那經濟乏力之下那個通脹 當然就沒有什麼力量上 至於PPI那些就 我想不會跌得太多的 因為PPI應該某程度上 都反映國際的資源格格 因為你外圍那個PPI 其實那個增長是升的 那你很難說 就是外圍譬如油價上回來 那你自己的油價要減價 我想這個是比較困難的 那如果CPI和PPI那個方向不同的 就是他們大陸話說 我叫展刀叉 那就是對於企業來說 我想是一個很艱難的時間 就是那個成本上升 但是那個售價都轉嫁不了出去 越來越難做生意 就是那個利用那個增長一定是會減少的 除非你 就是某一些個別有壟斷性的行業 可以成功轉嫁的成本給客人 如果不是的話 都 你賣回同樣的量 你都會賺少了 何況現在那個經濟可能不是這麼好 量都未必能保持得到 施政報告 你會有些什麼預測或者前進線呢? 那現在可能有些市民的福利開支都要去吸 現在大家都沒有想著真的會派堂派錢的 其實近年的施政報告都沒有什麼看頭的 因為香港搞到亂了 現在都香港不像香港 其實都很難說有些什麼做出來 就是現在它叫做擺平了它的反對派 那它當然就可以是威脅勢做些事情 但是你看到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其實都很有限 因為你第一就是礙於那個財政 你在不花錢的情況之下 你就是要做很多事情 你都是車債炮多的 就是叫商界做 商界如果做得過都不用你叫的 做不過的話你叫它都不會做 那第二就是 在共產黨的強勢統治之下 它有很多事情它困著你 它綁著你 你是很難做的 其實現在整個政權都是個傀儡政權 實際上它都沒有什麼可以 就是走站的空間很小的 走站的空間很小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有多少事情是真的自己做到事 比如說樓市在鬆緊 就是鬆不鬆綁 這個我想它都要看文准上面它才做得 那你如果其它的更加難 那你如果是一些所謂新柔 那我想都講過了 比如說你搞了一大堆的那些 什麼科學員、科技員 然後大量輸入大陸人 這些已經在做了 就是你說再一些新鮮些的 不知道、沒聽過的東西 我還沒看到它怎麼放風 其實通常如果真的有東西的話 臨出報告之前那兩個月都有放風 那現在都沒有 那其實應該都不會太多的東西 它可能會有很 就是當然每年都是啦 讀兩、三個小時就浪費了時間 那些數字是會多的東西 但是就是很多東西都聽完之後 都是覺得沒什麼用的 香港的經濟真是日落四、三落 播市是不是? 如果要你來給香港政府出個招 播市你覺得什麼覺得呢? 香港政府你還有一個辦法做 可以挽救香港的經濟嗎? 你挽救香港的經濟 你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就是你將我的施政報告 割短到一個小時 不是一個小時內讀完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盡量將大部分的東西 給回市場做 就是政府最重要是不要左頭左勢 不要左頭左勢 其實世界就沒有好很多 你越搞得多東西 大政府要強制的話就越衰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現在都很念舊 打算搞一些夜市 就是你回憶一下 以前香港是怎麼做得起的 就是當時政府不理 不理的話就自然會做得起 很簡單 尼巴的戰火現在都持續了 以色列就似乎 吃完又將哈馬斯摧毀這樣 就是現在大家擔心 尼巴戰爭對經濟的影響 也很擔心 就是怎麼說 中東會不會全面的大換戰呢? 我想是不會的 因為中東其實都很多年以來 都長期處於戰爭的狀態 一局部戰爭的狀態 就算沒有轉戰爭也好 都是有零星的衝突 他們那些衝突戰爭其實都很複雜的 會有些原因 有時候是領土 有時候是宗教 但是整個中東都打起來 就好像不是很覺眼 記憶中歷史上都好像沒有什麼發生過 間中是尼巴可能兩伊 或者其他一些零星的國家都會有 但是整個中東捲入戰爭就真的沒見過記憶中 起碼近代來說沒有 現在大國捲入的都是以色列而已 暫時伊朗不承認 不承認它可以有權不捲入的 沙特那些也是站開了 很明顯是一個不太想捲入的 站在一個中立的位置 你大那些不捲入的話 我想首先這件事在中東都是受控才是局限的 就算你現在以巴來講 就是說動起來 首先以色列就是跟哈馬斯動 其實巴哈斯坑那裡官方和政府的講法 我暫時還沒聽到 都不是很清楚的表態 感覺上是一個國家和一堆恐怖分子 或者是游擊隊去宣戰 第二就是那個領域都是在加沙那一帶 其實你看到都是相對小的 大家那個領土爭議的位置不是太大 某程度上都叫做擴散不了 去到以巴這個國家的其它地方住了 那是好事來的 所以現在說 就是這件事可以說去到 無限上光升級到很厲害 我又 我還沒看到這樣的跡象 就是大家都想降溫 在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有些人呢 就是有點唯恐天下不亂 當然是想亂動的 多節目做多話說 但是事實上這件事的發展不是這樣 其實我看搞不大的機會是最大的 對經濟呢?對經濟有沒有影響呢? 這件事一搞不大 當然是對經濟就沒有什麼影響了 就是你首先要件事搞大了才有機會搞大 到影響其他東西的嘛 你想想俄烏其實都說打仗打了這麼久 他沒有停火的 但是你對什麼金融和經濟有什麼影響呢? 看不到有的 就是你講回頭 那時候俄烏都很多人 就是不懂經濟那些 不懂市那些 是唱到很嚴重的 就是其實很多人唯恐天下不亂的 尤其是做傳媒那些呢 怕死沒東西寫 怕死沒故事講的 喜歡作故事 你一邊在那邊亂車亂唱 但是事實上你現在看一看 有多少經濟影響 有多少金融影響 就很少而已 就是油價上升那些 不是俄烏造成的 油價上升在俄烏開始之前 已經升了很久的 就是這些事實 其實你檢查一下時點 檢查一下數據 看到了 就是連俄烏這麼大劑的戰爭 都沒有影響你 現在這個外匯有什麼影響 我真的覺得影響差不多是零的 你講回香港的股市 博士之前都講了會反彈 那確實是反彈了兩天 去到一萬八千多年 現在又回徒了 然後消息就講 有國家隊進了 如果有國家隊進 那它可不可以就 時間長一點 穩一點逃著那個線 然後它沒有跌呢? 不行的 就是那個市都是 都是要市場力量 才能走到方向出來 你純粹靠自己錢賣 這個 沒有意思 因為 當然了 現在市場都不多參與了 比如你用一個 國有化市場的手段去做 但是這個沒有意思 是自己騙自己 因為上市的企業的目的就是集資 集外錢 那你現在 你政府所謂叫國家隊 國家隊的錢 你猜真的是中共拿出來的嗎? 都是那些什麼基金 那些基金其實都是人的錢 不是他們的錢 實際上你就是以政府的名義 就是叫做 叫做 什麼 濫用人民的工 濫用公帑 以這種手段 去拿人民的錢走去做事 這個不做得久的 就是 講你 你對那些集資的企業都沒有意思 那你明知道自己糖水滾糖 要滾得多久 就是整件事是要經濟好 那個市場就自己會升 如果你那一陣子 擺上板的股票是見得人的 有基本因素的 有潛質的 就是個個都會買 就是買東西的那些人也都未必考慮靜持 很多時候我看到那些分佬 或者從事金融那些 其實 其實沒有分黃藍的 沒有分什麼顏色的 他有錢賺他就去的 他說資料這麼多 就是你很明顯是沒有錢賺 你整個經濟現在不行 他們才走人 那陳茂波也都講香港的財赤 財赤500多億 那收地的 賣地的收入呢 現在只有156億 他的目標是800多億 現在還相差很遠 現在他都送好 說要加稅 甚至乎選政府的開支 這些經濟政策你怎麼看呢? 他為了應對那個赤字債務 債務又不是很多 不過就是那個儲備跌得快 那他無可奈何要這樣做 但是就是很不幸 現在是全球都準備進入一個向下的周期 你一向下的周期的時候 就是逼著要平衡自己的預算 然後要在可能貧林衰退 或者已經開始衰退的時候去加稅減開支 這個就是就是 就是一反他打算反周期的一個說法 他初初上暗的時候很強調反周期的 但是當然了 當初都不見他反周期 因為當時的經濟都挺OK的 他都不斷派錢 那這些就完全體現了 你有風洗盡理 和風動作氣的那個結果 就是好天好時的時候 就不要亂睡亂奮 當時就是亂洗錢 現在結果就是 你要撐回那波 要撐回那條數回來 那經濟一差的時候 你怎樣加稅 怎樣減開支 你都拿不到多少錢出來 現在沒有什麼辦法 很被動 大陸的多家銀行又爆劑提供 那這個會不會叫做蔓延 和蔓延的後果會是什麼呢? 蔓延就應該會 不過不知道怎樣蔓延發 因為現在系統性的風險就確定了 不過系統性的風險 它那個爆發的那個速度模式 現在就不是太清楚 就是究竟地產商出事那個節奏是怎麼樣 這樣這樣這樣 那現在很難說 因為那些地產商拿著多少債 現在都是一個迷 都不是很掌握到 很多隱性的東西還沒浮出來 那第二就是 就是政府肯怎樣救多少也不知道 所以現在就估計是逐間地產商 可能是逐張債這樣違約 就是逐張計這樣 違約一張藥 銀行就撥避撥了舊 如是者老老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少債在手上 排了期 有多少到期 你排了期那些它也不是全部都違約 它可能有些違約 有些不違約 現在就不知道哪些違約 哪些不違約 所以那個爆的模式是很難估計的 但是我猜它會盡量傾向令它有秩序 所謂有秩序就是持續的違約 不是說一堆買一堆 突然間很多艱一次過違很多藥 或者違很大額的藥 然後是持續的 可能會是說幾十億幾百億的規模 可能是這樣 現在如果你上千億萬億就算是大了 幾十億幾百億這樣逐間來排隊去出市 銀行也是排隊這樣要撥避 一堆一堆的 去到一個位可能資金真的太緊的時候 它就可能放下水 我猜那個步伐是這樣 它企圖用這樣的方法去令事情有秩序去爆破 如果是這樣 你說排隊有秩序這樣 是不是中共或者它覺得央行的金融系統 它承受得了 承受得到這個風險 這個衝擊 那個金融系統 很難說了 如果一下過突然間來就當然受不了 如果你說將節奏拉慢它 然後攤開它來 那是不是就沒事了 也不一定是 就是你去到某個位置始終都是不一定是流動性問題這麼簡單 就是如果你一下過太多就一定是流動性應付不了了 那如果去到慢慢來 始終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資產撥避 都是會越撥越多的 那你去到某個位置 都會出現一個資不抵債的情況 這個是時間的問題 人們會不會 就是事情直至什麼時候呢 就直至到樓市那個熊市 或者那個向下的周期結束為止 那現在就還沒這麼快 因為跌得不是太多了 或者那個過程都還沒清理得到差不多 那整個地產都還是有過程 樓價還是過高 那些東西都還有向下的壓力 那一直向下的時候 即是賣不了樓啦 或者很難賣樓啦 那地產商要賺錢回來 然後去應對它那個它自己的那個流動性 甚至是不抵債的問題 都是困難啦 它還不了 當然銀行也都有問題啦 銀行要撥避啦 甚至可能如果你客人去銀行拿錢 也都可能拿不到啦 慢慢回 即是一定是越來越頻密啦 它現在它就調教到這件事情 就是所謂有秩序 就是製造一個偶爾 就可能爆一些小的 但是就可能比較頻密地出現的情況 就是你同樣你看到銀行也是一樣的 它間中它可能會阻撓你去提款 但是它又不是說完全不讓你拿來拖 你拖你一輪 就是那個債務可能到這麽時間 它應對到頂到的 那它又就是 它就給你了這樣 那變成了你可能會越來越多一些情況就是 可能不是一拿錢 馬上拿得到 可能要拖幾天 拖一兩個星期 或者再長一些 那或者你可能拿那個限額 它越壓越低 那你可能一拿到大額它就壓著你 給你拿 要你攤開去拿 可能越來越多這些東西 越來越多銀行 最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一人攤一些 就要攤開去的情況 但是你這件事最去到某個位置 始終大家都會看穿它的 根本如果你在最後的銀行是不是真的給了錢呢? 就是最終那個存款是不是真的拿得翻了呢? 大家會問這個問題 你去到一個位置 那個信心是失去的時候 就會大跡一些 看到一個現象就是 即使銀行拿個印金牆出來 給民眾看 民眾都不信 或者剛剛講的是一個雪球的後面 如果大家都去銀行擠提 大家都不信這個銀行 這是一個信心問題 第二 我剛剛也都提到 地方銀行或者即使是過了銀行都爆發擠提 其實你不需要分地不地方的 即是如果銀行是有問題的 其實你整個問題就可能 就是說地方好 或者總部好 哪裡都好 都會有問題 如果你說人民銀行 它引人指的 它不會受到衝擊 它會負責救那個 大陸的資金流不流出呢? 它自己的問題 這個跟美國加息沒有關係的 它現在經濟都是差的了 去到一些位置可能 那個惡化程度是加快的加速的 當然就是那個貶值啊 資金流走是會快的 但是暫時來說 你純粹說這種資金流油不至於 就是怎樣拖貸某些東西呢 我暫時就沒看到 就是這個數字不是很大數的 就是這麼大的國家 其實它 它自己內部有一定的內部的需求在這裏 你純粹說走資 當然你有外資說撤走啊 賣了些東西 搬錢走 但是佔它整個經濟又不是太多了 那你對它來說是不是很大的威脅 因為它一向都不是太依賴金融市場去拘大經濟的 你看它一直都沒有的 你看譬如A股啊 人民幣市場一向都是一個小的市場 我對我來說是的 對內來說都是貨幣一隻而已 其實它沒有什麼市場 沒有什麼可以被人玩的 那你整個金融市場其實一向在經濟發展的過程 沒有一個很重的角色的時候 你現在反過來的東西下來 你對經濟的威脅其實都不是十分之大 反而就是房子那邊比較害怕 因為始終那個人真的炒得厲害 在那段時間 但是這個就不關外面的事 那些房子是你自己裡面的人炒的 自己裡面的錢炒的 那你現在炒得夠了 下來了 純粹你裡面自己的泡沫爆破的問題 沒有 不是崩潰了 它收支它都幾千億的 不過就是近幾年呢 就一直有赤字 為什麼呢 之前就不是的 之前有盈餘 現在是有赤字 我想那個差距是本來可能凸了幾個到十幾個巴仙 現在可能是反過來的 那那個問題是主要在那個收入裡 就是因為一路 香港那個財政的收入很依賴地產的 那你現在近年就是不是很賣了地 疫情那時候是沒有賣的 現在也都沒有什麼人買 就是拿出來也沒有人買 那變成了地產直接那個收益 賣地那裡少了很多 那另外就 地產相關的收益少了很多 你看到譬如樓市的膠頭這麼頑皮 譬如相關的那些印花碎 辣椒 就是一大堆的那些稅收 就是你放在那裡 但是實際上成交很少 所以那裡就收少了 股市也是啦 你收益花 稅多人說 就是現在那個膠頭又少了 那樣東西也少了 就是那個企業生意又差了 那你得稅那裡又少了 那樣東西也少了 那樣東西也少了 那你就赤字了 就是我想開支就一直都挺穩定的 就是你有這麼多人 就是雖然說有人移民 有人等等這樣 但是大致上香港人口都是700多萬的 那個變動不是太大的 那窮的都是窮的 有錢的都是有錢的 就是不會突然間有錢破產 變得窮窮 突然間發達 就是這些小數不是多 那變成要應付日常的社會福利開支 那部分其實就不是差很遠的 所以主要那條數就在那個收入那裡 就是突然間難看了 那那條數會不會就是越來越差呢 現在你都剛剛講了一個赤字 會不會不斷地擴大呢 你越是沒有錢進去 這個赤字不斷地 它不會越來越差的 它都是就是你一路赤字 一路都叫做入不敷之已經是大問題的了 就是你有幾百萬人在那裡 那幾百萬人都有開工都有生意的 不過就是沒有以前那麼好 那你這些企業都不是說完全沒有錢賺的 就是不會零的嘛 你一樣有的 不過是沒有什麼增長 或者有些可能倒退 但是你倒退都是一個時間而已 我想全世界的東西都在那裡通脹 水漲全高 你很難說明義計 因為你知道那個財政的收支 就是明義計的 沒有扣通脹的嘛 你明義計的其實很少會縮的 就是那個收入應該都是 你最多是不增長的 但是你開支那裡會有增長的 因為你整體的東西一直貴的 就是譬如說你今天要給那個 社會的福利開支 和去年今天比已經不同了價錢了 很多東西都 那你如果帳面計很多東西都上升 而你的收入沒有辦法追到的時候 那就會出現赤字了 他現在那個問題就 其實兩個東西一樣 就是那個地那裡 因為你的地產現在被大陸扯著 大陸現在爆煲 那你香港的地產不方好的 有一段商場時間都不會看好的 那那那些地產商不買地的時候 你政府是很惡搞的 就是也都現在有一個新的常態 就是那個 那個web from home的因素 或者很多人來香港開公司的因素 你變成很多那些商業的樓宇 或者商業的用地 其實你很難出到貨 其實那裡的數字應該挺漂亮的 譬如說 你有那些黃金的地段 核心的地段 如果你那些都 就是不買得漂亮的 其實那個問題是大了 那那些 但是我理解都是叫做非經營 或者非經常的收入 那你不是說很穩定的 可以長期依賴的 因為地那些其實都是周期的 你的地產如果不行的時候 那就自然會少了 那如果它膽那塊呢 應該就是來得稅 就是那些企業賺錢 那個公司交的那部分的稅 那部分呢 其實都有一堆的外資走了 那這個反而相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 在那個五屆那些 就是一次過或者是 不是經常性的收入 其實主要就是兩大塊而已 一塊就是企業交的 一塊就是那些僱員的新孔稅 其實這兩塊就是主的 那你如果這樣拆來講呢 其實你得稅應該是厲害的 就是你香港一向就是做生意的地方 那如果有一堆那些企業走了 其實這裡就會傷了 那當然你說不要緊了 開了門口讓大陸下來 大陸下來的那些企業 究竟是不是好像以前的外資 賺到那麼多錢呢 那就很大疑問了 就是我估計這裡不是很 收到很多的稅 還有收稅的效率不是很高 一般來說你企業都有很多方法避稅的 就是譬如有些開支的扣減 或者很多的方法 還有本身香港企業的稅率都不是很高 在說給新孔稅都低了一截 那你在這裡來講 你又不敢加它 你一加它的話 那可能很多公司就不在這裡 開檔搬到離門 搬到外面 其實有很多人想走的 所以如果你一加稅就走的更快 那所以它這裡也不是太容易去開了刀 那還有一件事就是人口老化 就是人口老化這個也是很糟糕的 這個就更加是長一點的 就是不是今時今日的問題了 這個問題已經是二、三十年的了 就是二十年前已經在說 就是要不要開這個GST 只要是銷售稅去長遠來說 保持收支平衡 那時候講完之後沒有下文 就是沒有人有決心做 那當然你現在這樣的環境 就是通脹那麼高 大家的消費力弱了 你再說要開銷售稅的 那就反彈會很大 還有就是真的 真的有機會打擊那個消費 打擊那個經濟 就是現在又不是一個好的時候 變成了它沒有辦法 它唯有看著它建紅一段時間 就是不奇怪的 你看回譬如說97的時候 都連續好幾年是建紅的 那你現在一樣就是那個經濟差 那或者是樓市向下 那其實香港那個整個政府那個收支 根本是和地產界直接掛勾的 如果你的地產界都這樣的環境 那它一樣是健紅的 那現在傳聞好像似乎 那個三個樓市辣椒 或者都會似和 一個雙倍研發稅 甚至那個買家研發稅 那個樓市就未必救到的 因為始終那個樓價升跌 就不是看這些東西 是看回大圍環境 你的外圍的息口 或者美金強弱 就是那些東西控制著那個 整體那個樓市的周期 周期的上落是看那些東西 那現在你 就是外圍那個周期都在向下 那你香港那個周期都 我相信沒有就計 你設立也沒有用 那但是撤了那你可能會令到 就是有些本來想 想換樓想買樓那些 那可能會 會有個 就是所謂turn over 有個成交回來 但未必能回到很多 因為你始終如果樓價跌的話 都不會太多人買 那你是移走了一些 阻礙的政策 那變成有些本來想買樓 被你阻礙那些 那它現在可以買到 那但是這裡不會太多 所以對樓價就沒有幫助 對成交可能有些幫助 那如果你對成交有些幫助 成交多一點 照計就 譬如引花稅 相關的 就是那些買賣樓宇的稅 那你應該都會收回多一點點 但是同時間 因為你切了那裡又減了稅 那你一加減之下 你都很難說它是否會收回多一點 就是其實也都 就是始終都是那句 你的成交暢旺就自然會多 現在成交不行的 或者樓價本身那個背景不行的 那你都不用在這方面打主意 波士剛剛說的人口老化 似乎全民都會派錢 生育生育生育 全民可能一個育生育 派兩萬元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效 兩萬元就沒有什麼用 因為現在你去私家生育 就是工育不用錢 但是工育有些生死人也試過 那你私家那些一動都很疲倦 下樓都沒得到 那如果你說兩育 我想你對中產來講 如果它能生育的話 它也不是說很自在 就是很多東西兩萬元不是很好用 就動就沒有了 說真的現在 你就譬如說生育生育買一張床 可能不要搬一間大屋 你買一間床 買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就是這裡那裡 都很容易沒有了 很快就花光了 那兩萬元真的不知道 還可以做些什麼 因為你打後 譬如讀幼稚園 現在幼稚園不是免費的 讀幼稚園 你都知道你學費都挺是惹的 所以我不認為那兩萬元是什麼幫助 反而就 你真的想那些人生育 你在那個工人配套那裡有問題 我看到很多人 最頭痕的事情 就聘不了工人 聘不了工人 即是你現在聘請工人 那些崩崩的人 就調起來賣 那它經濟都好了 那現在它調起來賣 你去聘請它的成本一動 譬如說那些工人跟你找 就脾氣兩脾氣 現在在說你實際上那個價格 也都是 你說4000多元 實際上很多都給不止那個數 已經是高過 那你一闊多大呢 你請完之後 因為工人還要包著包著 那裡是一條數 都沒有所謂了 即是生育都預料了 但是問題是請不到的 請不到那一刻就要命 即是你突然間搶人 你請不到 你沒理由要那個女人不上班 然後坐幾兆兒子 即是我想很多人不肯 所以他不在這個位置那裡想 就很難搞的 你現在既然大開中門 放那麼多大陸人 數二十萬人下來 你不如放一些女人下來 就好過了 即是你夜夜在印度 菲律賓那些都未必給那麼多 那你越請越集 譬如請到孟加拉 或者在中亞那些 即是他可能還沒做過事情 語言又不通 那些中文又講不到 英文又講不到 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我想這裡是 是卡住很多人的 有很多很實際的 譬如說 除了工人之外 托兒 譬如你生一個 你就叫人生兩個 生三個 那你可能請不到那麼多工人 那你找些地方托兒 譬如走開一下 不是每個家裡都有老人家照顧 或者什麼 即是這些事情 是很切實的 很實際的問題 他不考慮這些事情 你只是說給兩批東西你自己搞定 不是拿著錢就搞定 一道 請不到人 找不到 就浪費氣了 那現在看到 中國大陸開著一帶一路的高峰會 那現在看到香港政府一班的官員 似乎都是吹著這個風 達首度對香港帶來很多新肌肉 財政司要去拜會中國銀行的行長 冒發過就說一帶一路是香港的關鍵節 根本股甚至去錄牆 和思路基金這裡就用資 已經說雙方用150億 一帶一路好像不關香港的事 都不經歷香港的 我的意思是現在 中國香港似乎想靠著一帶一路去發展 心機遇人 其實人不是的 根本這個一帶一路 幾年 十年前搞了兩三年都可以 一直都是起了一大白仗 結果是搞到身邊的國家負債累累 每個人都給他找份 找完份之後 他現在就重新包裝再找人份 他找人份的目的就是 其實是找其他國家 現在你看牌面 根本它是 他把普京兩個人扮大佬 然後扮著整個國家 就夾他們去做事 就等於現在大陸夾那些民企 或者夾一些銀行 都是一樣的 舊市一樣 現在他不行的 第一他缺錢 俄羅斯也缺了 一個打仗打到朋友 現在另一個就爆煲爆到朋友 那你兩個都現在發錢來的時候 就想辦法怎樣去集資 就弄一些這樣的基建項目 就是他也是靠這些才行的 你如果說靠什麼 立了你香港人的NPF那裡 那些雞稅那麼多也沒有用的 他一定是靠這些大件頭的東西 然後當然了 你之前的玩法就是 他就去說 借錢 打第一批本出來 就借買人給你 然後就等你去建建 然後就來這裡還錢 他現在也知道這一站 中亞那些國家 根本都沒有錢還 浪費氣 就是說 你說政府 他只是一樣的 大家都不斷死 就是私利人 你破產了 如果大家都鬥窮的時候 他就包裝到這件事 是成為一個很多國家 煙瀉在內 現在就引起那些那些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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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 或者那些商家去去做 那你如果有那些商家去做的時候 那你集資等等 我想有一定程度去經香港 因為你現在香港都叫做 資本沒有管制 我想香港博士和他收錢 其實是主要這件事 不過有沒有人採取他 這個就很成問題了 習近平就說可以融資 7000億的融資倉庫 私奧基金就說人民幣 8百億的什麼 7000億 全面取消外資 入中國的限制 你准入不准出 那是誰入的呢? 神經病 你不是取消 你取消不了人家入的 聽博士講的沒有什麼吸引力 就不會引到外資進去 因為看到他的外資 那不是任我說的 你現在建了這麼多東西 說真的 那些這樣的路樣 是什麼用呢? 除了給你一個權力的延伸 領導延伸一路有條路 插過去歐洲那邊 隨時準備拿來打仗用 除了這個作用 我看不到有什麼作用 你那裡沒有什麼經濟的 沒有什麼經濟的貿易 你一直產那個中亞 那些國家很多人都不認識的 也去那些人都不會想過去的 其實你去那裡有什麼搞錯呢? 沒有搞錯的 你覺得這些國家的GDP 我把你全部加起來 可能都不夠香港很多 你不要說笑 你變成這堆這樣的東西 其實你人數就多 數人頭有很多個 但是實際上 沒有什麼建設 沒有什麼作用而已 只不過你是欺負別人 然後就夾別人去和你搞這些東西 變相可以玩地主奴隸 我認為人家給你夾也好 你有沒有商家肯落搭和你去建這些東西 你建完之後沒有什麼商業價值 那些有錢人不會理你 那你就找些政府夾給你 政府其實也沒有錢 那些政府都窮到死了 什麼塔利班都被加入一帶一路 塔利班是有錢的 但是這個是恐怖的組織 你連累它 就是你現在中東有好幾個 那你多累幾個就可以了 伊斯蘭國那些也很有錢的 就是問題是你搞到這樣 你的肚子都臭了 那其實它第二季度海外的投資 都少了八成七 這個數字顯示了 我想問一問中國的銀行體系 什麼海外的投資 哪裏投資在哪裏 海外直接投資資格只有49億美元 每個月有一個報告 以年紀選了八成七 不是 哪裏投資在哪裏 大陸投資出去外面 大陸 大陸那裏 你繼續 美國銀行九月份的公佈來的 標譜它的報告就說大陸的神圖債 就是重組可能會對中國的地方銀行 造成兩萬多億的資產衝擊 五分一的銀行可能資本充足 可能跌到監管以下 甚至地區的銀行百分之74 可能那個神圖債會面臨重組的壓力波士 這個是不是對中國的金融系統 是否遙遙遙最下一個建築 現在地產出事 跟著地方政府出事 那它的債還不到 你打一搭一定是燒到金融機構的 因為你融資給它地產商好 地方政府好 主要都是透過銀行做的 就是金融機構或者有些財產 就借貴你借給別的 我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是大數來說 多數都是經銀行的 那你現在一定是下跌到它們的 那你如果銀行出事的話 就是一般那些存款 那些存戶都拿錢 可能會慢慢有問題 那現在其實零零星星都已經出現這種情況了 就是疑似擠題 然後它又不承認 拖一輪就好像又拿到錢 不過又經常發生這些事情 來不來就有 來不來就有 就等於那些違約而已 偶爾就違約 它又不是一波過 全部爆了 不還 就是越來越密越來越多 我想銀行都有類似這種情況 標普的報告 出到這些報告 是不是也都顯示了 就是其實國際上也都知道 中國大陸那個金融系統 就是要知道 你需要等標普的報告 你平均機構就是後來不得了的了 幾年前都知道了 就需要一句說 怎麼樣 那地方政府的困境 它說就是 銀行的困境 地方政府是支援不了的 最好可能要靠中央政府去 不是 現在不是地方政府去支援銀行的困境 現在反過來是地方政府頂不順 銀行的支援它 現在是地方政府欠人一身債 它搞不定 銀行要給它 你反過來 銀行的錢都是客戶的錢 最終就是客戶拿不到錢 這個是最大的風險 那博士都看過中央政府怎麼救 中央政府現在好像都不是 不太理會這些地方債 好像這些 沒有救怎麼救呢 這個數字不知道多少個萬億 怎麼救呢 太多了 還有這個數字 你下面看錯誤複雜都不知道有多少 是真實有問題的數字 或者真的要填的 你現在那些地產商 每個都走路的 借頭借路 接著又不見人 你又不知道它拿了多少個走 其實如果它不是拿走了的話 應該某程度上都不用這麼嚴重 那你現在每個都虧空公款拿錢走的 你這樣救也不是辦法 中央很多內鬥博弈的 很難說 現在的腳踏鱇雕 Ahan